对不起,你们等了好久。 我最近的一年,我就是有一点忙,我也没有自己的电脑。 所以我现在要开始教你怎么有自己的网站。 我们现在还是学怎么自己写HTML。 我该天也会教你怎么做一点,写一点CSS。 PHP我不会,JS我不会。 对,我真的不是很回首的人,但是我的目的是我不要你像我以前浪费那么多时间学这些基本的。 基本的我能教你。 我不会太多,但是我会的也不少。 我们上次写这么少的HTML。 这个HTML就是这么简单的网页。 问题是上次做的网页不是真的在网上。 我今天要教你怎么把你写的存在网上给别人看。 你要有主机公司,hosting company,hosting公司。 现在美国最有名的应该是godaddy吧。 所以后,主机公司,他们会帮你申请你网站的地址,名字,也会给你一点空间。 我一年付差不多三十四十块美金。 你自己的国家也会有主机公司。 我用美国的,就是因为我有美国的信用卡。 OK,到了主机公司以后,你要选你网站的名字。 123.com已经拿到了,别人已经拿了,it's already taken。 当然,123.com当然已经拿到了。 那么好记得名字。 所以我们再试试看。 苹果.com也拿到了,应该是东方人已经申请苹果.com。 所以你选你网站名字的时候,要好好想,不会那么容易。 如果我们用不对的写法,有的时候你用不对的写法也可以。 我们是英语。 我们是英语。 我拼你,我不会。英语。 点看。 别人已经拿到了,但是我们可以从他们买,买到。 这个现在不管,不用那么麻烦。 不过。 。 不过。 它是这个地方,比较不值得的。 OK, Happy Cat 22. 别人没有这个网站的名字 所以你付30块美金 你就可以申请这个名字 也会有一点空间 但是我现在我没有用GoDaddy 因为他们是那种公司 你去付钱的时候 他们会加很多你不需要的东西 到最后你会觉得为什么那么贵 是因为他们加了很多 一两三四年的服务 一开始你不用那么多东西 只要付30-40块就可以 我现在用FatCow 我喜欢他们的服务 因为他们感觉比较简单 广告也不多 我不知道有没有跟你讲过 你自己的国家应该会有 台湾大陆都有自己的主机公司 DiskSpace 现在我付38块 随便可以用多少 Domain Name Registration 这个38块也包括我网站的名字 这是我的网站 他说对不起 这个网站没有index file 没有index.html 没有home.html 都是同样的东西 就是不同的名字 我知道他没有 因为我没有寸 在我的主机上 我进去 我主机公司的控制台 OK 这是我网站的后面 从这个地方你可以 有太多的东西 有很多我自己不会 还有其他的东西 我可以教你 现在我们学基本的 最重要的是File Manager 这个真正的是你 网站的后面 如果你有照片 你有文件 在你网站上 都是在这里存的 我看到已经有一个index.html 你知道这个index.html 是什么吗 就是这个 这个白色的 有红色的字 黑色的字 所以现在要加我们自己的 传上去 回去我的网站 按F5 OK 现在网上的人 真的可以看到 我们做的 你开始做自己网页的时候 你每天下班 你每天下课了以后 你回家 你要加一点东西 你要改字 你要加一点 颜色 你要开你的index.html 你要开你的index.html 加东西 存 回去控制台 然后你的root file 再传上去 回去你的网站 按F5 改变了 所以你每天 你要在你电脑桌上 改变 改变 弄好了以后 传上去 这边是在网上 看到的 OK 以后我教你怎么加颜色 怎么加照片 到最后我会教你怎么 不用写这个html 我会教你怎么 用 你足迹公司的软体 现在变得很方便 不像以前 你全部都要自己写 OK 谢谢你 拜拜